请教宣童哪些地方会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即将变天 好 今天虽然是24节气中的小雪 但是对于台湾的影响还不是特别的大 今天高温 台北 新北 高雄都还有出现30度的高温 但是低温起来也是蛮冷的 像是在新竹苗栗 还有在云林 今天早上都还是只有12度 日夜温差很大 未来一周我们会经历两波的东北季风增强 快的话第一波在明天晚上的时候它就会来到 影响的只有北部地区 中南部不影响 下一波影响时间是礼拜一到礼拜二 会比较强一些 有可能会达到冷气团等级 我们再来看 那么先来看到的是降雨部分 礼拜四到礼拜六 整个迎风面地区是有雨的 包含北海岸 以及在宜兰 降雨几率比较高 礼拜日东北季风减弱 全台都会恢复多云道晴的好天气 紧接着下礼拜一到礼拜二 雨区范围看起来又更多了 但是总体的雨量又不是特别的明显 所以未来两波水气其实都不算特别的多 再来 未来一周的温度每天大家来看 礼拜三热 礼拜四白天也还是热 晚上的时候会稍微凉 北部地区礼拜五的时候高温会下降 大概剩下20到21度左右 但是礼拜日就会回温了 下礼拜一 礼拜二温度会直线的下滑 北部地区有机会会低于14度 有可能会来到冷气团 加上了辐射冷却效应 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 现在小雪已经过了 到时候这个冷空气会一波一波的南下 温度会越来越冷 这个衣服 短袖的衣服可以慢慢地修起来 以上是这节气象说明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